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后面这个使光荣使荣耀 但在本文中呢,它表示装饰装点 这个用在书面的场合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Grace 注意不要读Grace 不是发E,而是发A 发A,A,A 所以主要张大一些 在那边,Grace Grace 好,接了 这是第一个意思呢 使光荣,使荣耀,使面上有光 表示这个意思 我们讲过,我们回顾一下这句话 女王立临呢 使我们不送荣幸 女王来了,让我们脸上有光彩 The Queen,Grace with her presence Presence表示某人出席,到场 来了,对吧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指几个小哥们呢 吃烤串喝啤酒,突然间女王夹到了 哎呀,一下子我们 面上很有光彩,你看 跟我们一块吃烤串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脸上 这个脸上有光彩 光荣,荣耀,可以用它 这是我们第一个意思 但本文中的意思特别文气 叫装饰装点 它类似于大家比较熟悉的decorate 但用这个词表示装饰 一般用在非常文气的场合了 比如说你看这句话 Her face has graced the covers of magazines across the world 这个女人可能是个大明星了 她的面庞装饰了世界各地的那些杂志的封面 就是她迷人的面庞频频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杂志封面之上 这是个封面女郎 可以这么来说 这个Grace还是装饰装点 使更漂亮 跟第一个使光荣、使荣耀 可以同时记住 表示这个含义更加正式一些 Grace这个词呢 作为名词可以表示优美 就是优美的意思 咱们在新干年三册见过它的形容词形式 叫优美的或者优雅的 姿势啊动作啊 像梅兰芳大师唱的贵妃醉酒 姿势很优美的、优雅的 我们读一下 Graceful Graceful 下一个同根字就是disgrace 使出丑 这个是在我们前面曾经讲过的 第六课中讲过 disgrace做名词 可以表示丢脸或者耻辱 那么做动词是使某人出丑的意思 我们把这次大声再读一遍 disgrace disgrace 好 做名词可以表示丢脸 羞辱、耻辱 做动词就是使丢脸的意思 使丢脸 那么它的几个同一词形式 大家还记得 我们做动词来用 后面加名语叫使某人 这个持辱使丢人 可以用shame humiliate 或者bring shame on bring disgrace on 在这里面 这个shame和disgrace都当名词来用了 bring加名词 shame或者disgrace再讲on 也是使丢人、使吃辱 这是复习 咱们在第六课曾经详细讲过 那么它的形容词形式呢 可耻的、丢人的 就是disgraceful就好了 跟那个优美的、优雅的 可以同时记住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disgraceful disgraceful 这是可耻的或者丢人的 好 这个重点色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谢谢大家